最近嫦娥5號探測器成功登月 又掀起了一輪航天熱 有網友就猜測說 月球都到了火星還能遠嗎 其實有這種信心的還不只是網友 本月1號 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首席執行官 埃隆·馬斯克表示 他堅信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到2026年 能夠實現載人登陸火星 馬斯克12月1號表示 載人登陸火星的目標 從現在起大約6年可實現 如果運氣好可能4年 他還表示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打算2年後向火星發射無人運載工具 早在2016年9月 馬斯克就在國際宇航大會上 發布了登陸火星的藍圖 稱如果事情超級順利 載人登陸火星可能需要10年期限 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報導說 實現馬斯克載人登陸火星夢想的關鍵環節 是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星艦的生產進度 根據設計 星艦不僅能運輸貨物 還可以實現運送人類乘客 每次大約可運送100人 今年2月 太空技術探索公司獲批 在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港 建設星艦項目的研發製造工廠 馬斯克曾說 希望星艦能在2020年底進行首次軌道試驗飛行 今年5月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成功把宇航員送上國際空間站之後 星艦項目就成為這家公司的重中之重 有別於可以部分重新利用的獵鷹9號火箭 馬斯克希望星艦能夠完全重新利用 類似於商業航班